一文的消息来看 出生在头城的画家戴笔川 自创画展长达40年 也因为积极投入艺术 还专研晕染法 让他的作品是独树一格 而目前戴老师的创作 在宜兰的文化中心第一展览室 展出到1月27号 欢迎民众踊跃来参观 许多人今天趁着假日来到文化中心 就是为了欣赏戴老师的精心画作 纯欣赏的人看了心情高兴 而内行的民众就能了解老师独特的画风 我觉得它是蛮奔放的一种感觉 就是进来之后 好像都是在一个非常漂亮的风景区里面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 戴老师的画给我的感觉 已经完全突破传统了 因为他有写生的观念在里面 把光影 把立体 把深度 层次等等 整个都呈现 加上他个性很豪迈 所以你可以看出那种浑厚的山水 把我们真的带到大自然里面 他字 画 都好 戴老师表示 因为热衷艺术加上求好心切 所以耗费许多时间摸索实验 终于在机缘之下 发现了晕染的画法 我在写字的时候没有 用一支很大的笔条末 在一张宣纸要写两个字 一写下去的话 那个纸张都破掉了 连续破了好几张 我就想要怎么克服它 我就用两张纸疊在一起来写 试试看能不能不会破掉 结果真的是不会破掉 然后呢 我把那个 当我要拿起来的时候没有 我发现下面的那张纸效果更好 因为有这种经验 所以说我就在拿这个经验来 去画荷叶 荷叶上面 产生一些破破碎碎的 一些秋天荷叶的效果 一般来讲你直接画上去 这种效果比较不会出现 所以说很多东西都歪打正找来的 像那个岁年 我也是很不小心能够给我 给我的一种灵感 就是有一次 我晚上写完字语又没有 想到外面车库去洗 可是又那么冷啊 那么晚就染了出去 就随便的在笔洗上算一算 那个笔就随便的把它搁在 那个用过的纸张 不要的纸张上面 当我第二天起床的时候 我发现那个暈的 墨的暈染的效果有没有 很美 带笔川水墨画展 地点在文化中心第一展览室 展期到1月27号 宜兰新务记者张立林 采访报导